那么接下来咱们来看 非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我们要干的事 首先购买日这一天 我们要干两件事 第一个调整评估增值或减值 第二个长期关投资 与所有者权益的抵消 然后购买日后再代表日 我们要干的四件事 其中这四件事中的后三件 我们是不是在同控这块都见过呀 所以相对来说好一些 对于非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难点在于 我们需要去进行调整 评估增值或减值 咱们一起来看 首先说购买日当天 我们要干的两件事 第一就是调公寓 把它调整成 我们所购买的公允价值 需要去调评估增值或减值 第二件事就是 拿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与长期股权投资 进行抵消 那这个子公司所有者权益呢 需要注意的是 调整之后的所有者权益 为啥呢 因为我们第一步调整了 评估增值或减值呀 调整的时候呢 我们对应着调整了 子公司的资本攻击 所以这里边 我们要用调整之后的金额 来跟长期股权投资 进行抵消 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那咱们来看题目 甲公司和A公司 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均为25% 这道题还让我们考虑所得税 甲公司与A公司 20某一年度有关资料如下 甲公司20某一年1月1日 以定向增发A公司 普通股股票的方式 购买取得A公司70%的股权 并能够对A公司 实施控制 咱们画一下图 简单的来说明一下 这个事 甲公司定向增发 普通股股票一个亿 甲公司普通股股票的面值 每股一块钱 市场价格每股2.95元 那也就说明 这一亿股的股票呢 是值2.95个亿 这是我们为了取得 70%的股权 所付出去的对价呀 也就是企业合并成本 甲公司令支付发行费用500万元 这个是为了发行股票 所支付的佣金手续费 那么应该去充减资本公积 股本一价的 购买日 A公司可变成精彩的账面价值是3.2个亿 其中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 这些数据都告诉我们 是让我们去做长期账面投资 与所有者权益的抵消的 购买日 A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3920 供应价值3820 说明减值了100万元 存货的账面价值2个亿 供应价值2.11个亿 说明评估增值了1100万 一箱管理用固定赞的账面价值为1.8个亿 供应价值为2.1个亿 说明评估增值了3000万 那此处存在三个评估增值货 简直我们需要去进行调整 除了上述资产以外 A公司其他可变资产负债的 供应价值与账面价值相等 购买日 A公司股东权益总额 供应价值是3.6个亿 你来看看 它原来说账面价值3.2个亿 而现在呢 因为三项评估增值或减值 导致供应价值3.6个亿 那此处 我们再拿长期账面投资 与所有者权益进行抵的时候 我们能抵的是3.2个亿 还是3.6个亿呢 同志们需要注意 因为这道题让我们考虑所得税 所以我们应该拿着3.2个亿 加上评估增值的4000万 再去考虑所得税是1减25% 得到考虑所得税之后 它供应价值金额是3.5个亿来进行抵消 也就代表着3.2个亿不能直接用 3.6个亿也不能直接用 当然了 如果说您还不熟悉这个算法的话呢 没关系 你就按照我前面跟你讲的 在购买日当天 我们需要干两件事 第一 调评估增值或减值 第二 却拿长期账面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进行抵消 按步骤来就没有问题了 其他资料 账公司和A公司在合并前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不考虑内部交易及其他因素 那说明这是非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接下来看账务出也怎么做 先来说个别报表中 我们付出对价是一个亿股的股票 每股是2.95元 所以总共付出对价2.95亿 那一个亿记作股本 另外的1.95亿记作资本攻击股本溢价 确认长期股权投资2.95亿就可以了 同时支付发行费用500万去充减资本攻击股本溢价 个别报表相当于复习了 接下来说合并报表呢 我们要干两件事 在购买日这一天首先去调评估增值或减值 然后去做长期股权投资 与所有者权益的抵消一个事一个事来干 先说评估增值 那此处呢存在三项评估增值 一个是存货 一个是固定资产 还有一个是应收账款 评估减值了 如果你不熟的话呢 您分开做 你先写存货 它评估增值了 多少 1100万 那我们应该借存货1100万 带什么 应该带资本攻击1100万 那我们在合并工作底稿中 调增了存货1100万 是法承认吗 不承认 所以此时存货它的照面价值 会大于计税基础 产生1100万元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那我们就应该执认 地盐所得税负债 1100万乘以25% 是275万元 带地盐所得税负债借什么呢 那因为我们调整评估增值存货的时候 对方科目是资本公积 所以此处地盐所得税负债的对方科目 也应该是资本公积275 就可以了 接下来再来调整固定资产 因为它评估增值了3000万 那我们就借固定资产3000 带资本公积3000 同样的固定资产增值了3000万 税法不承认吧 所以同样的产生了3000万元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我们应该确认地盐所得税负债 3000的25% 也就是750万元 带地盐所得税负借什么呢 同样的还是借资本公积 因为引起这个差异的原因 记录到了资本公积 所以地盐所得税负债的对方科目 也是资本公积 第三个是应收账款 它评估减值了 那我们应该充减应收账款 多少100万元 那借方呢应该是资本公积100万元 应收账款它调减了100 是不是代表着税法不承认 账面价值就会小于计税基础 那产生的是100万元的可抵扣 攒成差异 针对这100万元的可抵扣攒成差异 我们应该确认地盐所得税 资产是多少 100的25% 这25万元 然后贷同样的资本公积25 您把这三个足够的去进行分析 如果你熟了的话呢 你也可以把它们合在一起 比如说我们直接写存货评估增值了 1100 固定赞评估增值了3000 应收账款评估减值了100 所以合起来记住资本公积的金额呢 就是一共评估增值的4000万元 因为存货固定赞 他们俩评估增值都是产生应纳税 资产差异的 所以确认地盐所得税负债是 4100万的25% 1025 而对于应收账款 它评估减值 我们产生的是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所以要确认的是地盐所得税资产 25 那差额呢 进入到资本公积 这是调整评估增值或减值 我们调完了以后呢 我们发现其实我们调资本公积调了多少 是不是4000减1000调了3000万元 所以接下来就可以拿着调整之后的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与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来地形抵消了 先来算一下 A公司调整之后的资本公积是多少钱 调整前的是8000 调整了多少 刚刚调整了3000 所以得到结果 调整之后的是1.1个亿 调整之后的股东权益总额也就可以算出来了 调整之前的是3.2个亿 刚刚调整资本公积调整了3000所以得到调整后的股东权益总额是3.5个亿 这就是前面给大家讲到的 提供中告诉我们股东权益3.2个亿和3.6个亿我们都不能够直接用 因为它评估增值了4000万呀 我们得去考虑这4000万的所得税的影响 所以需要减去25% 得到调整之后的是3.5个亿 我们再拿长期股权投资 约所有者权益抵的时候 抵的是这3.5个亿 既然股东权益总额算出来了 我们也就可以算合并商誉了 它就等于合并成本 我们所付出去的对价2.95个亿 减去被购买方所有者权益 我们所占有的份额70% 得到合并商誉5000万 好接下来来做抵消分路 借方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这是经过调整的 调整了什么 就调整了一个资本攻击 这个千万别忘了 这4个数一共是多少钱 3.5个亿 代方长期股权投资 这是我们原来确认的2.95个亿 然后借方挤出来一个商誉5000万 我们说商誉呢它是在合并报表中反映的 它其实是在进行抵消分路的时候 抵出来的 最后呢是少数股东权益 它反映的是借方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3.5页乘以少数股东的持股比 最后你减一下看借贷双方平不平 肯定是平的 其实代方的这个长期股源投资 它就等于借方的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乘以母公司持股比例 加上借方的商誉的几个 所以这个当时它肯定是平的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把购买日当天要干的两件事就干完了 接下来再来看购买日后资产负贷表日 我们要干四件事 第一件事调评估增值或减值 第二件事成本法转全因法 第三件事是拿着第二件事调整之后的长期股权投资 与第一件事调评估增值或减值调了什么 调了资本攻击得到调整之后的所有者权益去进行抵消 第四件事就是投资收益与利润分配的抵消了 此处虽然是四件事 但其实我们前面都学过 所以直接来看题目 接着上面的这道题目 A公司20某一年12月31日 股东权益总额是3.9个亿 集中股本资本攻击 其他综合收益盈余攻击 未以分配利润全部都告诉我们了 让我们去做长期股权投资 以所有者权益的抵消 A公司20某一年实现全年净利润1.05个亿 这是让我们去做成本法赚权益法 权益法的第二步 A公司当年提取盈余攻击2000万 向股东宣告分配现金股利4500万 这个是权益法的第三步 尚未实际发放 同样的我们要去抵没有发的应收鼓励 与应付鼓励 在合并工作底稿中应该抵的是 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 分类为以公演价竞体积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公演价值上升 增加其他综合收益1000万元 这个是权益法的第四步 它是考虑所得税之后的 那我们就不用再单独考虑了 无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 说明没有权益法的第五步 截至20某1年12月31日 应收账款 那是原来评估减值的那个了 金额呢已经收回 评估确认的坏账呢 已经核销了 购买日发生评估增值的 存货当年已经全部实现对外销售了 那说明应该将存货 截转组营业务成本 评估增值的固定资产 是管理部门使用的办公楼 说明我们要提折旧 记住到管理费用中旧 该办公楼采用年限平均法制折旧 自购买日期剩余使用年限为20年 预境残值为领 假定该办公楼增加的供应价值 在未来20年内平均 贪销 接下来说 A公司20某2年12月31日 这是又说了 一年呀 他要考我们第一年资产不代表日 怎么做 以及第二年资产不代表日 怎么做 20某2年12月31日 股东权益总额是4.58个亿 其中股本资本公鸡 其他中收益盈余公鸡 未翻倍利润 就是让我们去做长期股源投资 与所有者权益的抵消的 但是一定要注意 因为存在着评估增值或减值 所以这个资本公鸡 一定需要去进行调整 拿着调整之后的所有者权益 再去跟调整之后的长期股源投资 去进行抵消 这些数据是不能够直接用 A公司20某2年 全年实现净利润1.2个页 这个是权益法的第二步 A公司当年提取盈余公鸡 2400万 向股东宣告分派 现金股利6000万 那这个是权益法的第三步 尚未实际发放 上年宣告的现金股利 在本年已发放 那说明我们第二年年末 再去做应收股利和应付股利的抵消的时候 只需要考虑本年的就可以了 上年的就不用再去超过来了 分类为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记录 其他综合收益的记录资产 供应价值上升 增加其他综合收益800万元 这个是权益法的第四步 它是考虑所得税之后的 我们就不用单独考虑了 无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 接下来去考虑购买日后资产负贷表日 我们应该怎么做呀 一共是四件事一件一件来干 第一件 调整评估增值或减值 这道题目都涉及到存货 固定资产评估增值 应收账款 评估减值 那我们一起来看吧 看看是不是这些调整分路 咱们前面做过呀 是的 咱们在购买日当天 调整分路写的时候做过 所以再次直接抄过来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每次合并的时候 所写的调整分路是在合并工作底稿中做的 所以每次需要再写一遍给它抄过来 我就不做过多的解释了 接下来去考虑存货固定资应收账款 他们今年新发生了什么事呀 存货卖掉了 固定资要提折旧 应收账款按照评估价值收回来了 那么咱们得先去写调整分路 因为存货卖掉了 所以要截转营业成本 我们之前存货评估增值了1100万元呀 所以应该补截转营业成本1100万元 那存货截转营业成本是 借主营业务成本带库存商品 而现在呢 我们写调整分路 应该用报表项目来代替会计科目 所以是借营业成本带存货 1100万元 同时因为之前我们存货在调评估增值的时候 考虑增加了1100万元的 赢纳税赞金差页 所以确认了对应的地盐所得税负债 275万元 那现在存货卖了 是不是应该把之前所劝的地盐所得税负债给他撑掉啊 那应该撑掉275万 对方科目是什么呢 因为存货节转到了营业成本 所以地盐所得税负债的对方科目应该是所得税费用 此处体现了配比原则 这是存货卖了 我们需要去进行调整 再来看固定资产那要提折旧 因为我们调了固定资产评估增值3000万 所以固定资产提折旧的基数就大了3000万 未来还能用20年 那我们今年应该补提折旧150万元 提折旧应该是借管理费用带累计折旧 但是累计折旧是一个会计科目 我们应该用固定资产这个报表项目来代替累计折旧 因为补提了折旧 是不是代表着之前我们调评估增值的时候 3000万它产生了3000万的应纳税资产差异 对应着我们确认了地盐所得税负债 现在应纳税资产差异是不是减少了150万 所以应该对应着减少地盐所得税负债 是150的25%是37.5万元 但所得税费有37.5万元 这是固定资产补贴 接下来再来看应收账款呢 它是按照评估价值收回了 那个别报表和合并报表有什么差异呢 个别报表我们按照3820收回来 那我们各位报表上所劝的应收账款是3920呀 有100万的差额进入到哪里 信用减着损失 而如果合并报表假如也需要做一笔账的话 我们是不是直接按照3820收回就没有差额 因为我们之前调了 评估减着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去考虑针对这个事 合并工作底稿应该怎么做 那就去想如何把个表调整到合表 看差什么不什么 那我们应该带一个信用减值损失是这100 借一个应收账款是100 这个调整分路很多同学不理解 需要注意啊 您站在个表的角度去思考一下 再站在合表的角度去思考一下 接着再往下 因为应收账款之前调评估减值的时候 产生了100万元的可抵扣攒级差页 确认了25万元的地盐所得税资产 那现在呢 应收账款收回来了 所以我们应该把地盐所税资产25万元给它抽掉 那应该借所得税费有25万元 好 第一年我们的调整分路就做完了 接着咱们来看一下 第二年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首先针对第一年的调整分路 我们要把它全部的抄抄抄 全部都抄过来 然后呢 要改改改 改什么 把上一年抵消调整分路中 所涉及到的损益类项目都给它改成 年初未分配 利润都给它改完了以后 再去考虑 第二年新发生了 什么事呀 第二年存货在第一年都卖了 它还能发生什么事 没什么事了 第二年固定资产呢 固定资产有事 有什么事固定资产它还要再去补提折旧呀 再去补提折旧 你想一下 是不是和第一年这块补提折旧是一样的呀 所以你在把第一年的这个超过来之后 您再把第一年的这个再复制粘贴 这个相当于是第二年又补提了150万元的折旧 同时又充减了37.5万元的地盐所得税负债 固定资就收完了 应收账款呢 第一年就收回来了 那第二年就没有什么新事了 只需要抄改就完事了 只有这个固定资是需要新写的 好了 经过这么一大方功夫 我们就把调整评估增值或减值 彻底的学完了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调整后的净利分 调整前的1.05个亿 题目中告诉我们了 本期调整了什么呀 只需要您把前边的这些调整分路写好了以后 你看看影响损益的是什么 营业成本 锁的是费用 管理费用 锁的是费用 信用减损失 锁的是费用 在代方的你就加 在借方的您就减就可以了 这样你就可以得到调整后的本年净利润 第二年也是一样的 拿着调整前的题目中给你的 去看看第二年的调整分路中 有影响损益的是什么 是不是只有这个固定资产 它补提折救的时候 影响了管理费用和所得税费用 在代方的就加 在借方的就减就可以了 所以减150加上37.5 得到调整之后的 接下来再考虑调整后的本年末未分配利润 那等于多少 就等于年初的未分配利润 对第一年来说那就是购买日的 加上调整后的净利润 上面算出来了呀 把它拿过来 减去提取的盈余公交 减去分配的鼓励就可以得到年末的未分配利润了 第二年也是一样的算法 拿着年初的未分配利润 5937.5那就是上年年末算出来的 加上本期调整后的净利润上面算出来的 减去本期地体的盈余公交 再减去本期分发的现金鼓励 就可以得到年末的未分配利润了 我们也可以算出来调整后的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那就等于股本两个亿 听不懂告诉我们的 资本公交原来是八千 我们调了三千呀 是不是在调评估增值或减值时候调了三千 这个得加上 加上本期的其他综合收益 再加上盈余公交 原来是一千二 继提了两千 所以合起来是三千二 加上本期年末的未分配利润 就可以得到最终的所有者权益了 这都是调整之后的 再来看第二年也是同样的算法 股本两个亿题目给的 它不会变 然后资本公交 这是调整之后的 我们调了三千 其他综合收益 第一年实现了一千 第二年又实现了八百 合起来是一千八了 盈余公交 第一年年末呢 是三千二 第二年呢 又记提了两千四 所以合起来就变多了 然后再加上年末的未分配利润 九四二五就可以得到 年末的资本公司所有者权益了 这些数 大家会发现 它是环环相扣的 一旦你某一个环节算错了 可能后边就全部都做错了 所以做的时候呢 一定要稍微认真一些啊 接下来咱们来看第二件事 将长期贡源投资 由成本法转为权益法 那题目中涉及到的就是权益法的第二步 第三步和第四步 我们直接来看 首先 权益法的第二步 它实现净利润多少啊 那是调整之后的净利润 9637.5 借长期股权投资 带投资 收益 就可以了 第一年做了以后呢 第二年直接超过来 把投资收益改成年出未分 权益法的第三步 当年宣告分派现金股利 4500 拿着4500 乘以我们的持股比例 我们应该确认 调检长期股权投资 借投资收益 第二年再把第一年的超过来 把投资收益改成年出未分配利润 就可以了 权益法的第四步 是其他综合收益 增加了1000万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 带其他综合收益1000的70% 然后第二年再把它超过来 把其他综合收益啊 后边加上年出就可以了 其实这样的话呢 我们第一年就做完了 第二年呢 我们只是针对第一年 它实现净利润 分配现金股利 其他综合收益发生变动 我们进行的处理 其实整体而言就是超 超完了以后 还需要针对新的一年 新发生的事儿 再去写吧 第二年 它又实现净利润多少 我们刚才算了 调整之后的净利润 11887.5 乘以我们的持股利 70% 借长期股权投资 带投资收益 第二年又宣告 分配现金股利6000 那我们借投资收益 带长期股权投资 4200 第二年它又 其他综合收益 增加了800 那我们应该借 长期股权投资 带其他综合收益 这三个是针对第二年新发生的事儿 我们进行的处理 好 全部都处理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全法调整之后的长期股权投资 是多少 调整之前的是2.95亿 来看看上边的三步调了多少 该价的价 该减的减 给他得到最终的结果 就是调整之后的 第二年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直接拿着第一年年末调整之后的结果 单去考虑第二年调整了什么 该价的价 该减的减 得到结果 得到结果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长期股权投资 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抵消了 这一方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你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边资本攻击是经过调整的 未分配利润也是经过调整的 只要你前面每一步做的对 铺垫的好 这一步就是送分的了 需要你认真一些 代方长期股权投资 这也是权益法调整之后的 这个数据算对了 直接给他拿过来就可以了 代少数股东权益 其实就是 介方的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乘以少数股东持股比例 商业它除了发生减值以外 是不会发生变动的 第二年年末也是同样的 先写介方的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这里边调整了的一个是资本攻击 一个是未分配利润 把这两个数弄对 然后商与还是五千 长期股权投资是调整之后的 长期股权投资 其实你最终可以检验一下 它就等于介方的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乘以母公司持股比例 再加上介方的商业金额五千 代方的少数股东权益 它就等于介方的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乘以少数股东的持股比例 把这一步算对 接下来最后一步了 投资收益与利润分配的底销 借投资收益少数股东随益 这两个一起写 都是净利润乘以持股比例 一个是母公司持股比 一个是少数股东的持股比 这两个要写对 那前提条件是 调整之后的净利润 你算的对呀 借年初未分配利润 代提取盈于公计 这数据提名中给的 代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最后得到年末未分配利润 右边也是一样的 这个就不太多说了 这样我们购买日后 赞付代表日四件事就干完了 在这道题目中呢 它还涉及到一个小问题 就是宣告分发的现金股利 没有发对不对 有一个应收股利和应付股利的底销 这个呢我们别丢了 加上就可以了 对应收股利和应付股利 这是会计科目 报表上呢 它叫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 给它抵掉就可以了 这是一道完整的题目 整个考核了 购买日我们要干的两件事 以及购买日后赞付代表日 我们要干的四件事 同学们把它梳理清楚 考试的时候呢 你看清人家问你的是同控 还是非同控 问你的是合并日相关的调整条分 还是合并日后赞付代表日相关的调整条分 还是购买日的调整条分 还是购买日后赞付代表日相关的调整条分 您做的时候先分清楚 然后按照我给你总结的这个顺序 去写一步一步的别跨步走 你就不会算错 这个条例是比较清晰的 关键就是你自己要去执行 在这个支点中 我给你讲了两道非常典型的题目 一个是同控 一个是非同控 自己把它梳理一下 这个考试是肯定会考的